顧問公司的成立是甚麼呢? 就是謀利的 即是他會想到很多方法 令到多些生意的機會 否則他會顧甚麼鬼問 即是這個行業不是很輕香 我剛才聽到那位先生說 其實這個世界你怎樣做都會有流動 當然是,我現在問你為何要用這個方法 你說在York不是因為這件事搞出事 例如舉個例子,你怎知道將來沒有JR 我想問問你,你怎樣保證將來沒有JR 你怎樣告訴我們,會不會有JR 不再重複這件事在York 主席 你想回答? 你怎知道別人沒有去JR覆核你 就是因為你這麼做才JR覆核 你搞這麼多事 你不知道想說甚麼,所以不用這麼發答 如果JR覆核怎麼辦? 我聽到火都滾了,你以為我們香港沒有JR覆核? 我經常做的 我經常做的 那不回答嗎? 你是不是想回答? 你不要回答一下 中英文都說了 回答一下你又插進來就可以了 局長 大家停了口,你不是吧?陳健波 你經常都不同的,你很難掌握的 你問的方法技巧 好,局長 如果問到司法復活問題 可能我應該要回答這個問題 並非顧問 其實我們做這個項目 基本上都是有很長的規劃 亦有一個公眾諮詢 亦是吸納了體育界不少朋友的意見 才到現在的最後一個建議出來 主席,我是有聽的 他現在不是民間去復活 他做生意的人都去復活 即是說你這樣做不對 你現在給三個人嗎? 所以你可能就是這樣 給億八暗口費 以後就不會有復活 是不是這個意思? 為何有億八呢? 我現在才明白 你輸了不要緊 給你六千萬 又不是買了你整個知識產權 我拿了你的知識產權 用不用也好 那你便是億八去防止那個JR 會發生 因為拿了六千萬的掩口費 主席,我可不可以容許我回答嗎? 請他問了個問題 我可以回答 我們都是一路按部就班 經過民政事務委員會公務小組 現在來到財務委員會 假設議員當然可以提到很多的問題和意見 主席,我不用再說 我問的是他們自己做生意之間去JR 我不去JR,他們都會有人去JR 我現在問是不是 那一億八千萬 那一億八千萬就是阻止他們去JR 拿了那六億 就算數 其實你聽起來已經知道是不對的 因為你拿知識產權做甚麼呢? 有甚麼特別呢? 你那個就是 Design, Build and Operate 那他Design了的東西 他怎會拿其他東西進去呢? 現在我才知道為何要給予億八 好,兩天時間多,你再按吧 傻子都想到了 其實為何要論證定義呢? 因為你這個顧問公司 現在我這麼生氣 我慢慢說 你那個顧問公司舉了四個例子 其實都不是DBO 如果你說DBO是全資才做的 那你那四個成功例子呢? 就是 那個去投標去做DBO的人 他是有份融資 或者他有份給錢去做 所以他成功 所以你從定義上來講 我們今天就沒有理由 跟回DBO的原來定義 是去給錢的 就是說 那個顧問公司其實說了一個事實 就是說 DBO 你用甚麼哲學 其實是沒有需要全部給錢 反而部分給錢 可能是令到DBO更加順滑 是不是? 這個不是無的放肆 如果你這個這麼簡單的論證 都不去論的 那他今天審甚麼呢? 這個是你們自己想出來 全世界第一 接著我們問你說 有多四個例子 如果那四個例子都是假的 那怎麼搞啊? 是不是? 這是bad faith來的 怎麼做啊? 我有理由相信 如果你用DBO的時候 他又不用付錢 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越好 是不是? 所以那些浪費錢的球場 88億 就繼續做啊 我再講一次局長 我絕對不反對 體育園區其他不浪費錢的事情 我是反對那88億 的超級球場而已 而且你要明白 你只說舉了這麼多例子 給多200億去做體育 喂 灣仔那個牆你就拆掉它 是大家心頭好 大球場你又拆掉它 又不講去向如何 那怎麼給你錢呢? 大家講誠信 good faith 不是bad faith 今天關鍵的時候 因為這個顧問公司 給了好的例子 其實政府說的DBO 在其他國家是成功的 不過就不像政府這樣說 符合這個 細銀的標準 兩位顧問公司的先生 你真的沒有浪費我的錢 你又說了一個秘密出來 就是說 其實政府說的DBO 符合細銀那個 是沒有必要的 我們現在議員說來說去 就是說 要將那些人拉到水 將那些有份去做的時候 他自己融資 他自己給了一份 這是最大的誘因來的 因為你九個月他馬上離場 喂 你要制衡也制衡不了的 是不是? 所以其實老實說 主席 我隨時出王牌 如果你說要今天表決 我一定就是終止會議的了 不用說的 我今天不會表決 那行 那行 沒有? 主席 不認真 可不認真 對 很多包補 這都要不是 老實說 不是 一項 在那個 身上 感谢观看